欢迎收看第一条金线 我是九里苏宗怡 我们常听的人家说 男人买车对待车 好像是拥有了小老婆一样 好像比老婆还要更疼 对不对 但这些疼车的方法概念 是不是一定正确呢 人跟人之间 我们说有一种好 叫做以为对你好 那会不会你的爱车观念 也只是以为对他好 实际上未必呢 好 今天我们除了达人之外 还有专业的技师 那么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包括了你在养车的过程当中 观念正不正确 今天叫你维修不被坑 保养不被坑 不要踩到养车地雷 好不好 那首先就来黄金谁堂考 因为这些我们就来看看 你有所谓过度保养的净逃吗 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平常会犯的 我们也有会诊 网友常常会问到 专业技师的一些问题 在今天的整集节目当中 深入来探讨 首先就来看看 5000公里就要进场保养跟更换机油 这个算是正确的吗 还是说这其实也算是过度保养呢 美大哥 这个部分应该这么解释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车辆的技术 跟当时机油的品质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说5000公里应该要进场保养一次 但现在因为现在的机油 有的都是改成长效的配方 然后加上欧盟它很要求要环保 它的环保中间有个定义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润滑油是还是可以用的 你就不应该提前把它漏出来 所以才会有开始有一些车厂他告诉你说 你应该1万公里换一次机油 甚至有的要1万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 可是在实物上 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他可能1万公里 搞不好开一年多两年 因为他平常有好几部车在轮替 那也有人是可能半年 他就开了1万公里 所以是不是说5000公里他去保养 是过度或不过度 这个我觉得要分个案来看 通常我们会建议车主 如果说你今天6个月之内 你真的可以开个5000或1万公里 那你就应该要半年其实就可以换掉 那有些人是他可能1万公里开1年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里程数累积的速度 真的是这么慢的话 你说要拖到1年之后 才去换一次机油 其实对那颗引擎来讲 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现象 我这边有补充几个案例 就是最近有车友在聊反应 就是也算是一种抱怨 他说因为他常常去某一个店家 然后那个店家就买了一个冷霉清洗机 然后就怂恿他 你的车要不要来洗一洗 通常如果人家这样建议大家都会听 对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的车是真的冷气不冷吗 如果你真的冷气不冷 也许你应该对冷气系统去做一点事情 可是他的冷气并没有不冷 可是碍于友情的关系 好吧 那我就洗一次好了 去洗先花多少钱不管 洗完之后他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本来冷怎么变不冷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的冷霉清洗机 他通常会强调说 我把你车上的所有冷霉全部抽出来 对 做一个清洗 然后才把它灌回去 但是每一部车 尤其现在的冷气压缩机 它有的是所谓的变频式的 它很精确的要求你冷霉的充填量 那我在猜 可能它抽出来灌回去的时候 它量不对了 可能多了或也可能少了 那就变成多作无意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你该做你要先想清楚 因为如果说你的冷气是冷的 其实没有必要特别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是 我们常常在讲洗积碳 可是现在有很多店家 他为了要增加额外的收入 所以他就怂恿客户要洗积碳 但你的车是不是一定要洗积碳 其实车子一定会有积碳 只是说你什么时候洗 给谁洗 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讲 你没有拆其实是没有事情 拆下去之后 据说那部车洗一个积碳之后 来来回回跑了三四趟 就一直有问题 我在拆可能是经验上 或者是组装上 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 但是你变成说 车主的想法是 其实我的车本来开都好好的 可是因为我去花了钱 做一件事情之后 我照顾到车 爱之又害之 这个我真的不愿意 还有一个常被劝败就是 你要不要加机油添加剂 这个部分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过去 因为机油品 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种 不同品牌的机油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那也有是标榜我原厂有认证 或者有些是标榜我的性能 趋近于原厂认证 那认证跟趋近于这些不同的事情 那过去有很多机油精 它添加的逻辑 有很多种各种的功效 有的是真的我要补缸 就感觉我帮他加营养剂 对 但是有的时候 你要去反推回来想 就是说像我们公司在卖机油添加剂 这个东西 其实卖的都一直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选的机油 选的比较好的等级 我现在跟你讲说 这瓶机油其实很棒 它如何如何如何 那我再从口袋 再拿一瓶机油精的时候 那就是自打脸 你就已经很棒 为什么还要加别的 所以客户就会说 不是这个已经很好 我干嘛还要再加这个 那有些人他过去 他会这样讲说 你现在加这瓶机油 然后开2000公里 3000公里之后 你再加我这个油精 那你就会很像 两三公里之前 刚换机油的时候 其实平常听讲 如果这个机油的品质是够好的 它应该从加进去 到你露出来 这五六千公里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感觉到 它的衰退 可是机油比较差的 可能开个2000公里 你就会觉得奇怪 所以跟机油的品质有关系 如果它品质够好 你根本不用加这些添加剂 是 没有错 好 我们再来看 就是第二点 如果说刚刚有提到了 我每次大保养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清机炭 或者应该洗引擎 小七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刚刚梅大已经讲了 非常深入了 我以人来做比喻好了 我们人吃补品好不好 都觉得多吃 有点保养也是不错的 对 但大部分的补品都是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功效 对现代人来讲 你说心理作用安抚比较大吗 对 现代人因为平常营养就很好 以前东令进补 是因为大家平常都吃含鸡腔 东令的时候才能载一只鸭来 吃补一下 以前真的有营养不良 对 以前的车也是 以前的车引擎的公差 做得比较大 比较没有那么精密 以前的机油都是矿物油 所以用它效果持久性 可能没那么好 所以它可能需要添加机油精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才有办法达成更好的引擎效率 但是现在的车 做的引擎都好精密 有一些变速箱 甚至连放油孔都没有 它们代表它是精密到连拆的机率 都不让你发生 因为就像梅大讲的 有一些东西不是油品的关系 因为感觉它就是一个封闭系统 对 是拆坏的 你为了要换油反而去把它弄坏 所以它原厂还故意做 不让你换 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但你问我在 这个整个准备措施 都很完善的状况之下 换有没有比不换好 当然啦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但是有更多务实的状况 台湾的车都被修坏 都被搞坏了 所以我们真的常听到这句话 对不对 车是被修坏的 对 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 另外还有很多像保养厂 他们会鼓励我们什么清机碳 像美大刚刚讲的什么 这个冷煤也要做清洗 煞车也要做清洗 什么封闭的系统全部都要清洗 但是其实是这样子 我讲一个业内的 你真的需要引擎内部清洗吗 我讲一个业内的一个秘辛 其实保充厂现在经营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看保充厂其实比便利商店还多 这三部一家 五部一家 大家利润从哪里来 特别是原厂 原厂利润大部分都是从化学品来的 什么叫化学品 就是油精 然后什么循环清洗等等这些 需要用到化学药剂的部分 有一些其实我们去对照真的原厂的规范 原厂规范反而没有 是台湾的代理商要能这样做 那个其实我觉得效果就是心理层面会大于这个实际的层面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原厂我相信还好它可能有一些品质的规范 外面的话真的要慎选 尤其特别用的药剂 像清机碳洗引擎这一些 它的药剂通常都很利 台语说 你这样看我们的手 我们敢不敢 我们如果手洗不干净 敢不敢用那种很强力的清洁区去洗 应该不敢 因为会伤了我们的手 引擎也是一样 引擎内部的系统你要清机碳要清掉 但是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技术 但是大部分的厂商如果追求成本的话 用的是一些比较力的容器的话 相对的引擎部分现在很多塑胶 很多电片 然后甚至很多感触 然后这一些东西 其实都很有可能会造成损坏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按这个问题 每次大保养就该洗引擎清机碳你是迟 我觉得尽量不要 当然机碳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可能是比较高的里程 可能5万 10万的时候 你偶尔做一次我觉得是还不错 可能引擎真的会发挥以前的功效 但是太常做的话我觉得会伤车 好 那我们再看到的就是 刚刚讲的一句话 这句话在专业技师的耳中 听起来觉得有点重 就是车是被修坏的 人家专业技师也是有 对不对 真正在救你车子的时候 所以今天向远达师傅有来 我们继续再看到的是 很多人的疑问 请问一下 我去做保养维修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原厂零件吗 比较好吗 这个部分来讲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说 一般正常零件 它是比较有品质跟保证是没错 但是基于在客户端来讲 有时候因为是耗费费财的关系 它消费 比如说我不需要用正常的 然后我有热药总选择吗 不见得是说第二场选择不是不好 一个刹车分棒来讲 我们在原厂来讲 这个刹车分棒可能 在起码5000多块钱 一日系车总来讲 国产车还是进口车 国产车 我们以国产车 这也比较日系车总来讲 大概5000多块 但是它整修翻漆来讲 它也是经过所有的喷漆 所有的 现在我们的 这边还有一个 我们原厂里面的套件 它里面是修礼包 这个部分 它整修起来 它相对就差别 这差不多差别到一倍左右 这样就好像2500就买得到了 但是它不是不好 它就因为我们经过翻修 它是保固期间 当然没有原厂这样一年的保固 它可能是没半年的保固 但是它所有这些套件来讲 它也是用原厂的件去翻修的 所以它正常来讲 它外面的钢子跟财信来讲 它也是跟原厂差不了多少 但是它真的不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它绝对会是 因为这是我们原厂的旧品 去给它翻修起来的 但是相对来讲 这种翻修品跟我们正常 有时放在一起来讲 可能一般的我们的消费者 可能远然辨别的出来 变成这样子 所以一般反正说 价格问题说 我分帮为什么1个要5000多块 为什么我2000多会找得到了 可是它有一些在翻修的时候 会被消费者关心的是安全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 我们里面的修理包这是关键 所以一样有修理包 就是原厂的修理包 原厂本身它就有出修理包 有可能是外面的成本问题 它修理包不用原厂的 因为成本太高了 变成这样子 所以它一样是反映在整个机械上 所以如果你用了原厂的修理包 然后你一样在翻修件的部分 它可以有保固 当然 只是保固的时间比较短一点 对 没错 因为要有比差 有差 有差异性 这个部分有点 客戴我们观众朋友 可以做选择的一个方式 所以像我们的便书箱来讲 说我这些便书箱 也有翻修件 我们那边有这台 因为翻修件本身来讲修 它就相差异蛮多的 可以像我们便书箱 一直在整坑的 一日系列的 一日系列的要十几万 但是有翻修 好像五万四万就拿得到 半价 半价 重点它品质不是怕好 因为我们外面来讲 因为它是原件去翻修它的 所以它里面的套件 只有用原厂的套件来讲 相对它的寿命 也跟我们整颗心得来讲 也差不多 但是现在业界也讲 有保固两年五万公里的 也有 接着刚刚邵事部所说的 新南 其实有一些 如果假设它是非常要求 密合度的这种零件 基本上你最好不要买到山寨品 或者是真的相信说便宜 一定有好货 对不对 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风险 对 其实密合度 或是跟车的行车安全性有关 我建议都是不要 特别要注意 不要去买到山寨品 其实山寨品 我们之前有看过 BMW原厂有拍过一支影片 放在网络上 它是以这个刹车里面的来令片 来做一个案例示范 它们有分成两阶段的测试 第一阶段测试 它是在就是实验室用这种固定的 这个转向仪器去做 不断的这个长时间的刹停 那的确原厂的来令片 跟这个他们找来的山寨的代表来令 比确经过长时间的刹车以后 山寨的来令片果然就是火花会就冒出来 很快就过热 温度控制的效果就非常差 然后最后 对 他们最后把来令片拆下来 其实已经轻轻拨一下 几乎已经是粉末状会剥落 那这就是一个征兆 就是它不耐热 不耐久的使用 那再来他们把这个产品拉到了使车 到了一个测试封闭的场地 他们用一台520D去做100到0 时速的这种100到0的紧急刹停 那他们的计划是测三次 然后去比这个刹车间的距离 那它原厂的来令片测100到0的平均 大概刹下来距离 大概是37到38公尺左右 那再来换山寨的来令片上去 第一次大概就已经要将近50了 后来的两三次都是超过50公尺以上 其实这样一来一往 差了十几二十公尺 其实大家想想看 当你遇到紧急刹车需求 这十几二十公尺 它根本刹不下来 可能就是要你的命了 这样的距离是很危险的 而且我看到最后 还就已经超过25公尺左右 山寨版还有进步的空间 当然 但是你说我买东西的时候 我如果假设买到 就是为危害我的安全 其实你要想说 我何必花那个冤枉钱 那你今天也有带来食品 你要带大家怎么样来比较 对不对 因为我相信台湾现在 因为有很多的网购平台 你就觉得说 我好像很轻松的 可以买到一些框 圈 车上的配备 备品等等 但是在选择之前 大家要停看听想什么 对 其实旅框轮圈 算是大家蛮常升级 就是不改车的人 也可能会为了 让他换漂亮一个框 但是很多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正品或是一些 我们很向往的名牌的框 其实跟一些比较山寨 或是我们常常会讲 累 其实就是coby的意思 累 某某牌 某某牌 这价钱其实差非常多 有可能挣了一颗要 一万 两万都有可能 累的可能台币大概三四千 就买得到 其实我们找来的这两个 我们并不能说它是山寨品 它就是 它的型就是做的是 我们可能玩车界一看 又知道它是某某牌 这一颗的话 其实仔细看 它的造型还真的做得不错 但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我们这画面上 它这个在靠轮圈的内随 已经有裂缝 我们看一些细节的部分 对 经过一些坑洞 其实它就已经会发生不耐用 很容易就出现裂痕 裂痕以后其实 就等于是轮胎就在漏气 可是你要想 它就装在你车上 你不太可能会拆下来这样检查 是 对不对 你有可能你已经造成 裂痕的情况 你照常每天不断的磨耗它 它会造成什么后果 你可能就胎 如果你车上有胎 警示器那还好 它会亮灯 你会去查出 如果你今天没有的话 长时间或是你又比较神经大调 开车没有那么敏感 可能漏气也都不知道 那当然就会有一些危险性 到时候再变换车道 刹车失控 都是有可能的 那再来看终于你拿这个其实 我相信玩日系的 你还应该都知道 对 其实终于有发现吗 它的牌子有点怪怪的 对 它不是RAIS 它是RAPS 对 RAPS 其实蛮多这样的产品 它的型真的是做得很像 几乎95%的象征度 甚至连这个logo牌子 它虽然没有打一模一样 有的厂去做山寨是连那个 像我们刚刚讲 包装logo 对 都做到一样 这个产品是还没有做这样的logo 其实我觉得还是建议消费者 能够去选真的是正牌的产品 像它真的经过一些像轮圈 它可能在强度上 它还是会有差距 它有撞击的测试 还是会比较有保障一些 好 我们继续帮观众朋友来问了 就是购买轮胎的时候 以新出厂和原厂轮胎最佳 这算过多保养吗 其实这个轮胎 是蛮好玩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登陆普 最好看他儿子骑三轮车之后 发明了第一个这个橡胶轮胎 那橡胶轮胎 你这个话说从头 对 橡胶轮胎它发明出来 以前其实它是白色的 它不是黑色的 那是后来到顾特医之后 再加上了炭烟 然后才变成黑色轮胎 那因为加了这个东西之后 为什么我们轮胎 就是说你要买很新的装上去 为什么会不好 因为它必须要跟这个空气 做一些结合 我们看这个F1在开赛车的时候 它不是一开始起跑的时候 都会S型吗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那是因为它把它磨开 让它跟空气 还有把它的温度 到达一个阶段之后 它才会有那个抓地底 才会好 我讲一个顾身奥玩 因为那时候大鹏湾 那时候刚开始跑的时候 就刚开放的时候 我们就很开心 一票车友大家就报名 那我们其中有好几个车友 大家为了要跑大鹏湾 这是毕生的这个愿望 然后就全部换了新的轮胎 那换了新的轮胎之后 轮胎也都换很好的 几乎是有些全热龙或半热龙的 可是下去跑之后 第一个那个胎很新 然后我们记得 那个老板都会说 第三圈你们再开始踩 结果有人就开始第二圈 就忍不住就开始踩 对 就开始踩了 那你知道那个轮胎的东西 它只要还没有到达 这个工作这个程度 其实它还是满滑的你知道吗 那后来就好几个 就滑到草皮去了 然后那个轮胎就基本上 就是白装了 那个新的轮胎 所以一般像我们市售 如果你要换轮胎的话 其实你应该是 轮胎大概半年左右 你才会买得到 最新出展的胎 你也是买不到的 那半年之后的胎 基本上它跟工气结合之后 它会释放出一些油脂 那它的这个状况才是最好的 但是其实半年到一年 甚至到两年的胎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买的 当然如果你的胎 比如说你看到那个老板拿出来说 少年的这条赞 已经是五年的胎 那你就不要装了 因为那个结合过度之后 就已经会有点硬化 那所以我们买胎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你挑半年到一年的胎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好 再看到的就是 随时注意水温油温变速上油温度 这一定是正确的 那所谓的过度保养指的是 当我发现它有温度变化的时候 例如说 好 我就立刻去加水 或者把节温器调整 这样是应该的吗 梅大哥 基本上你在热的时候 引擎热的时候 当然你不要随便去开水箱 免得造成烫伤之类的 那通常如果说你真的很顾车的话 其实你自己要有习惯性 比如说我一个礼拜 找一次机会去开开水箱盖 或者是有一些附水桶 它本身是有点半透明 你稍微在冷车状态看看它 水是够不够的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 要注意水温油温这些东西 最主要是一部车子 它引擎发动之后 它就开始有产生热能 产生动能 那冷却水是让它能够维持在一个 特定温度底下的一个循环系统 如果说冷却水不够 那引擎就像发烧一样 甚至到最后可能炸开来都有可能 那如果说你今天发现了 你的车的水温表有不正常的现象 通常我们大概都是看到中间 那如果说它往前走 或有些人说奇怪我的车下坡 它就倒退路 好像越来越冷这样子 那那个某种程度是车辆撞风的关系 正常的这个节温器 就我们讲的水龟 它应该是以这K引擎 它原始设定的 比如说它就是设定成85度 或者是说有一些后来 比较全铝合金的 甚至没铝合金的引擎 因为它本身引擎的散热速度很快 它就会希望说你的引擎工作温度 稍微保持在高一点的状态 它的节温器设定可能到90几度 那你不要随便去改它 比如说它本来是80几的 有些人就是觉得 以前看过很多那种店家 他说这个比如说双P车 引擎很烫 引擎盖一掀起来 里面烧滚滚 那我们可以把它降温 比如说它节温器可能是85度的 它就很假就买个70度的 我跟你讲 70度它就先开了 开了之后 它应该引擎就会相对会比较冷一点 这不是好的方法吗 事实上这样子做是错的 因为70度人家是在 沙烏地阿拉伯用的 不是在台湾用的 因为它是非常热的地方 所以他们才会去设计 提早开的这种节温器 有一个等于是预警 对 你现在在我们亚热带地区 你本来用85的设定 其实你会造成第一个就是耗油 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你高速公路长下坡 你的工作温度开始会 慢慢的一直减退 其实车辆最棒的情况是 它达到工作温度的时候 维持在一个恒温状态 它的工油系统各方面 就会不会有太大幅度的调整 那个对车子来讲 不管是工油点火什么 都是最稳定最好开的情况 各位我补充一下 刚刚梅大哥提到那个水箱水 有没有如果少了吗 加一下 有一次我们有个朋友 去山上玩说 那个山泉水好棒 神明有加持过 加山泉水 结果后来没有多久 就开始压温度了 后来查出来 原来是里面你知道 山泉水矿物质多 真的有神明加持过 就开始会有一些漏 生锈 结果那个很难查 那个很难查 因为漏在哪边会不知道 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不要乱加那些水 对 我还听过很天才的 那个水箱金用百分之百不稀释 那会怎样 那不行 因为那个里面水箱里面 温度会太高 对 温度会过高 真的 有些想法 有些做法让你觉得异想天开 再问到了 水至泥沙手丸 我通通不能忍受 我是爱车的人 所以一看到就要清洗上蜡 这样有算保养过度吗 其实当然维持清洁是很好 但是真的千万不要太过龟毛 我觉得你把时间留下陪陪老婆 孩子搞不好对家庭 这句话说得中肯好听 对不对 老婆是负责在清内妆 对 然后特别是有一些东西 你今天有带来要给我们 好好看一下 带来一罐神器 这气泽美容我最喜欢用 这个神器千万不要接触某些地方 在讲这个神器之前 神器是什么借我先瞄一点 亮光蜡 亮光蜡 然后它有 有这个内妆的照片 对 那不就是内妆可以用吗 其实我建议最好不要用 特别是像这种欧洲车 或者是比较新的日本车 像这个地方黑色的塑料摸起来很有质感的地方 因为现在车都会喷一层叫皮革漆 增添它的触感跟质感 所以如果喷了我们这个药剂下去的话 这药剂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有机溶剂 有机溶剂 就很容易把这个漆溶掉 所以我们都说 所以有一些现在大部分新车 有用那种水性涂料 真的就不要用这种 真的不要 因为你看它这涂上面 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车子 那个时候用的 那时候用的材料跟现在是不一样 对 现在比较不一样 这比较适合喷我车库里面的老车 而且你看 有些车就是外面的这个饰条 是可以喷的 对 这纯塑料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像现在 大部分的车 一方面讲究质感 再来现在有很多环保材质 对不对 它就不适合用这样的 你可能做了之后会适得其反 是不是 那如果是外面呢 外面的清洁这种呢 那外面其实很多人 都很喜欢DIY洗车 有些甚至买全套的洗车 药剂回家 那洗轮圈 大家用药剂洗 都很快就洗好了 但是那个我觉得 最好交给专业的 汽车美容业者 因为那个溶剂非常的利 所以如果喷上去之后 你没有在一定的时间 把它清除的话 轮圈的烤漆 是很容易被吃掉 或者是溶掉的 像卡钳也是 我们看很多车 像这AMG的卡钳 红色非常漂亮 为什么开个两三年之后 就开始脱落了 那大部分都是因为洗车溶剂 没有冲干净的关系 所以你真的随时让你的爱车 洗亮亮 很干净 你要用对方法 不然就是保养过度害了它 对不对 好 谢谢小姐